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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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语言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然语言是区别于机器语言的 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自然产生的一些语言 包括汉语 英语 德语等等任何一种人类所使用的语言 我们通称着自然语言 我们说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思想的一种栽体 或者说思维的一种栽体 人类思考的时候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人类一种愿望和意图 实际上从小孩刚刚出生的那一天开始 他希望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愿望 到目前为止 人类交流思想表达情感最直接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还是要靠语言来完成的 那么它是一种工具 是吧 是一种工具 有人做过一种统计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 所有的信息知识的总量 大概80%以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所记载的 当然这样一个数据怎么来的我们不去细究 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专家的统计是没有错误的 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21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也就是目前我们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生存 每天我们面临了大量的数据 有些数据来自网络 有些数据来自手机 通讯 电话 那么还有一些书本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说无处不在的网络 无处不在的通讯 或者堆取入散的文档 这样一些大量的信息构成了整个信息社会 信息爆炸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特征 那么当前这样一些信息穿布的手段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的同时呢 也是人民面临着很多无法可复的困难和障碍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收到邮件的时候 大量的信息是你不所想要的 你不想看到的 有些广告的信息 有些欺骗的信息 甚至是有些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或者说反政府的一些信息 这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当然还有一些个不予少年儿童看到的信息 实际上网上大量存在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对这样一些信息怎么处理 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手段和办法 那么有人做过一种统计 对在网上普遍实用的一项技术 你比如说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是大家日常生活上使用非常多的一种工具 那么但是呢 有多少信息能够被正确地检索到 能够满足客户的要求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 对于汉语来讲 大概不到40% 最高准确率不到40% 你说每天全世界的网页 以直数级上升 现在全世界有几十亿 或者甚至上百亿的网页存在 你真正能够检索到对用户有用的信息 不到40% 这样一个很低的数据 那么对语言而言 全世界目前大概有四千多种语言 而正在实用的语言呢 有一千九百多种 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有人说世界上有四千多种语言 目前正在实用的有一千九百多种 其中呢 四十五国家的语言 官方语言是英语 三分之一的人在讲英语 那么全世界以第一语言为母语的英 第一语言为英语的 英语作为母语的说话人呢 有三十八亿 第二语言可以交流 第二语言用英语可以交流的 有三十八亿 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呢 也期待五个亿 那么汉语呢 随着我们国家的国力的不断增强呢 也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一种语言 那么大概是一百多个国家 有三千多万人正在学习汉语 那么当然这个数据呢 实际上是很多年以前统计的数据 这四年来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么已经有些人呢 已经预测 二十一世纪将成为 汉语将成为世界上一种新的一种主流语言 甚至要超过英语 成为世界上所有人是最多的一种语言 那么说不同语言的人要进行交流 那么各种各样重大的国际活动 要实现这样一个跨语言的交流 因此呢 积极翻译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你比如说在文化交流 商贸谈判 或者一些大的一些体育活动 体育赛事 或者一些旅游信息 旅游等等 那么在这样一些场合 都需要很好的翻译工具 来帮助人民 进行语言的沟通和交流 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讲 您所能够的掌握的语言 总是有限的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积极翻译市场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那么从国家的安全来讲呢 网络信息 那么 网络信息的处理 冷却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网络信息 给人家带来的巨大的便利 但是同时也为 恐怖活动 制造恐怖事件 提供了方便 那么大家回顾一些 这些年来 国际上发生的一些 重大的事件 很多都是与网络密切相关的 或者说 这样一些事件的组织 和组织的过程当中 它都是通过网络来进行的 那么也就是说 翻译分子在进行 信息交流的时候 它也是使用公网来完成的 就是说 大家公共私用的 这样一些公共的网络 来进行的 那么你比如说 几年前发生的 巴黎 印尼的巴黎岛事件 是这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信息安全已经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的 一个焦点问题 那么对于网上 这样一些信息 尤其是涉及到 一些国家安全的信息 怎么处理 也是我们必须 关注的一些问题 那么因此呢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 说怎么让计算机 实现自动的 或者半自动的信息处理 来帮助人们 从大量的这样一些 或者海量的信息当中 挖掘和发现一些 对人类对我们有用的一些信息 怎么有效地来利用 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要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自然语言 理解这门课所关心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课程 提出来这样一门的学科 所产生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动机和目标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首先介绍几个 基本的概念 包括语言与自然语言 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 语言学和语音学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我们平常是听到了 很多自然语言理解 自然语言处理 以及中文信息处理 还有计算语言学等等 这样一些概念 它们之间到底有些 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我们首先 给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说语言 从广义上讲 它是一个很泛的概念 你可以说 包括人类的语言 包括动物的语言 甚至包括机器语言 各方面都包括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限定一下 我们所关注的 主要是指人类的语言 因此呢 我们应用 现代汉语字典里边 就给出来的解释 指人类所特有的 用来表达 意思 交流思想 这样一种工具 我们来关注人类 所使用这样一种语言 而不去关注动物语言 或其他的语言 那么自然语言呢 就是说 是对语言 这样一个概念 更明确地限定 它是指人类所使用的语言 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自然产生的语言 而不是指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 因为是人编造的 专门为机器 让机器来理解人的意图 所制造的一种语言 它不是自然产生的 因此呢 自然语言 更明确地来说明 它是指人类 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这种语言 那么对语言学来讲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字典上注视说 它是对语言研究这样 因为是科学 它是一门科学 大家注意 它是一个科学的研究 那么我们现在 汉语新华字典里边呢 也有这样一个解释 它是指 研究语言的本质 结构和发展规律 这样一门科学 当然呢 我们说语言 包括两个基本的属性 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声音 这两个最基本的属性 缺一不可 没有单纯的 只有文字 没有声音的语言 也没有单纯的 只有文字 没有声音的语言 当然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的语言 可能只剩下了声音 没有文字 这是既少数的现象 那么对于大多数来讲 是不存在那样的情况 那么语言学细分下去 就可以分为历史语言学 什么结构语言学 还有共识语言学 描述语言学等等 很细 那么这些我们不去细分 这些都是语言学研究的人 专门说探讨的问题 那么对语言学 它的定义是这样 专门研究人类发生 这样一门科学 包括人类发生的特点 怎样来描述 这样一些语言的方法 一怎么来转切 就把语言转切成文字 怎么这样一些方法 一门学科或者一门科学 细分起来 它又包括发生语言学 就是声学语言学 以及听觉语言学等等 那么还有根据另外一种划分 又包括一般语言学 实验语言学等等 那么这些也不在于细分 不在于细分 总结来说 那么语言学也好 语言学也好 实际上它都共同关注的 都是关于语言和文字 这两个侧面的这样一些 问题 所以有一个人就会问 这样一个问题 到底语言学是一个 专门肚立的学科 还是一个语言学研究的 一个分支 那么因为它里面 是两个相互交叉 交织在一起的 你很难把它测开来 到底说离开文字研究声音 还是离开声音研究文字 实际上 但都某一个方面都是不成名的 因此有些时候 我们很难完全说清楚 到底这两个概念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一些聪明的外国人 他给他用一个 叫做Linguistic Science 把这个Science 改成一个浮述 浮述的语言学 来通通的涵盖 这样一个隆统的 一个大的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以后呢 我们也不再去严格的细究 到底这两个学科 是谁包含谁 谁属于谁的这样一个问题 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去追究它 那么对于自然语言理解的定义呢 自然语言理解呢 是人类 是人工智能早期研究的 这样一个领域 从微观上讲呢 它是研究从自然语言 到机器内部之间的一种影射 所谓的内部 实际上就是机器内部的编码 也就是说 你要把人类的自然语言 影射到机器可以理解的 内部编码 之间的这样一种影射 从宏观上讲呢 语言理解 就是机器能够执行 人类所期望的 某些功能 语言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比如说问答系统 你人提出一个问题 机器能够回答你 是吧 你要机器要 从某一个材料当中 或者某些文档当中 自动获取一些 summary 再要 或者说不同的表述 就给出一个句子来以后 机器能够自动转写 写成另外一种表达形式 或者说是 要积极完成一些不同语言 之间相互翻译 当然这都是一些要求 这是一种解释 那么这里边呢 就涉及到一个理解标准的问题 到底什么叫做理解 那么对于人来讲理解没有问题 你说人理解一个人的话 或者理解一篇篇章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你要计算机怎么来完成 这样一个理解 到底什么 怎么叫理解呢 怎么叫不理解 是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就借助于 判断一个计算机系统 是否具有智能 这样一个测试来完成 那么要判断一个计算机的智能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要考察三个方面 一个是看计算机系统的表现怎么样 再一个看计算机的反应 就是说你给他一个命令 或者给他一个刺激以后 看他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反应 另外呢 再看计算机和人之间的交互作用 怎么样 这三个侧面 如果说 这个计算机系统做出的反应 和一个有意识的个体 实际上是人了 那做对比的话 对判断的那个人来讲 你不能够明确地区分 到底这个系统给出来反应 和人给出来反应 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差异 你就可以说 这样一个计算机系统 具备和那个有意识的个体 几乎同等的这样一个智能 那么这样一个测试 我们就叫做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 那么他明确也在讲呢 就是说是这样的 就是在形象也在讲 就是说把人和计算机系统 放到一个黑屋里边 或者用屏幕遮起来 那么提问题的人 是看不到里边 到底是人在回答他的问题 还是系统在回答他的问题 那么他只是看到 系统和人给出的答案 他只是从答案上来判断 到底是系统给出来的 还是人给出来 他没法判断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 这个计算机系统和人 具有同等的智能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稍微提醒一下 有些专家对图灵测试 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和增议 我们不去陷入这样一种增议 那么对自然语源处理 这个概念的解释 在这马达瑞斯 编写的这样一个字典里边 他是这样注释的 自然语源处理 是为了研究 在人和人交集过程当中 和人和计算机交集的过程当中 语言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 它包括语言能力的 这样一个建模 说怎么让这样一个模型 来为人类 进行一些相应的服务 做完整一些相应的处理功能 以及怎么来 对这样一个语言模型进行评测 研究这样一些技术 那么这个定义呢 我就不遗憾一憾 到这儿读了 那么我们国内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 风志伟教授呢 也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 他说是研究 用计算机来研究 作为工具来研究人类 所特有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 这样一个自然语言 信息处理这样一种工具 它这个定义呢 和曼娜瑞斯那个定义呢 大同小异 也差不多 那么我认为这两个定义呢 都是比较好的来解释了 自然语言处理 说要充斥这样一个任务 或者说工作 那么当然也有人说 有人把这个学科叫做计算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 在比较早期的解释里边呢 是这样定义的 他是说用电子数字计算机 进行语言分析 这样一门学科 那么它包括一些个数据的 一些个统计 比如说词和词之间搭配 词元素的一些个出现频率 等等做这样一些统计 那么这个定义呢 早期的时候 大不列颠背包圈书 给出这样一个定义 但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注意到 你从这个定义的一些用词上看 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定义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定义呢 源源落后于目前 真正的计算语言学研究 所从事这样一些工作 大家看到 它则是一些个 被动地来统计 这个语言本身 存在一些规律和现象 它没有主动地 让计算机系统 完成某一种功能 去为人类提供服务 你比如说翻译的问题 包括信息检索的问题 包括自动形成这样一个 Summary的问题等等 需要辞出来的是 这个计算语言学 这样一个术语 它最早提出来 是1966年 由美国国家科学院 提供那个OPAC报告 在那个报告里边 首先也用了 Competitional Linguistic 这样一个术语 OPAC报告呢 是美国国家科学院 委托一批科学家 对机器翻译这样一个学科 进行调查的时候 最后完成这样一个报告 那么由于当时 在全世界范围当中 很多专家在研究机器翻译 研究了很多年以后 那么仍然没有看到 真正实用的系统 那么美国国家科学院 就委托一批专家 调研一下 这样一个机器翻译 到底有没有 可能成为一种 实用的技术 那么当然很遗憾呢 最后报告的结论是 当时说 在目前对机器翻译 提供更多的支持 没有太多的比较 得到这样一个 不是太理想的结论 但是在这个报告里边 首先提出了计算语言学 这样一个术语 那么这个术语呢 一直验用到紫金 在戴维斯编写的 这样一个 《现代语言学字典》里边呢 又对计算语言学 做了这样一个解释 他说是语言学研究的 一个分支 它是自用计算机技术 和概念来阐述 语言学和语音学的问题 已经开发的领域 包括自然语言处理 注意到这个方面 大家注意一下 自然语言处理 它作为一个计算语言学的 一个分支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那么它又包括了 自然语言处理 包括语音 言语合成 识别翻译等等 这样一些 也就是它把自然语言处理 作为计算语言学的 一个分支 或者一项任务去解释 那么它这样解释的 那么我们先暂时放下来 不去关心的 这样的解释 四方合理 因为后边我们会给出一个 我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 因为不同的语言之间 是有差异的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语言 我们大概分成三个类型 一种叫孤立语 形态变化比较少 主要靠语法关系 语法关系 主要靠虚词或持续来表述 比如说汉语 那么还有一类语 叫曲折语 英语 很多西方语言 另外一种叫粘折语 就是它介于 它有好多语法意义 词内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 这样一些附加的成分 词根或词干语附加成分 是集密结合在一起 密切相关的 密切日语 它实际上就具有曲折语的特性 又有孤立语的特性 那么这要三类语言 那么平常日子呢 我们在说中文信息处理的时候 就专门针对汉语 所进行这样一种 处理一种一门技术 那么当然从广义上讲 中文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所有中国人使用的语言 都叫做中文 但是我们一般的 就把它限定在词 就是说 是汉语这样一个层面上 不及包裹那些少数民族语言 那么这也是说 我们中文信息处理 是专门针对中文 所进行语言处理 这样一个专门的技术 那么好了 这些基本的概念 那么当然对于中文呢 我们需要多说几句 有些专家作为一个预测 就是说到2050年 全世界说汉语的人数 是按照这样一个分布比例 大概看一下 到2050年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世纪的中叶 全世界讲汉语的人数 要几乎要是 要比所有的讲日语 法语甚至西班牙语 等等其他所有语言 这样一些总人数 还有多 那么这样一个 还令人振奋的 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 因此呢 全世界很 全世界范围到中 很多工程技术人员 包括企业界 都在关系汉语的 信息处理的问题 中文信息处理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汉语 已经不再成为 中国人自己所关注 使用的语言 你不管外国人 你怎么描示的 但是你不敢 不管你喜欢他 还是不喜欢 但是你不敢描示的 因此呢 针对汉语的处理问题 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 和企业界 共同关注的问题 那么尤其是汉语 两大语言的 这个自动翻译问题 已经成为世界上 认为是最具挑战性的 研究课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